用手来说是真的一个健康食品 一炸出来的时候不用加什么东西 都可以直接放去锅里面吃了 这样就可以感充到它的味道了 我做过我公共的时候传给我爸爸 然后就传到我了 到我现在又传给我儿子了 豆的东西是吗 它的质量时常会变的 时常又改变怎么样做 讲起来是我们这些工作 差不多二十天只有云做的 不过就停一下就这样 人流半 人半这样子 真正做就早上差不多三点 然后整个开始做 三点做了差不多到八点多九点 我儿子出当回来 他就接手做做 自从我教给我的儿子之后是吗 我也跟他讲我要传统的做法 给豆腐的质量保持的好吃 给客人做到好的豆腐 我们做豆腐不是我爸爸教我的 其实我们每个步骤都要很小心 很安全很注重他去做好每个步骤的 我们要尽量做得很松软 就算不要去煮它 一炸出来的时候不用夹什么东西 都可以直接放去口里面吃了 这样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味道了 一开始我本身就是做粉档的 这样做粉档 有时供应商也供应不到 那么多的豆腐波给我 很缺货 这样我就想到这个生意又可以做 所以我就唯有自己生产 豆腐波是一个很长 拉很长时间来做成一粒豆腐波 它的时间是用24小时来运作的 用什么来说是否 你会比人手比较快 我们这个叫做半机械化 我们的机器现在都是一般的 是磨豆机 一般的就是蒸气机 日香机 还有捐漿机 我们的生产是否 让汽机增加我们的生产 速度更快一点 工钱也不需要走到那么多 只要不需要浪费那么多 文东豆腐骨的市场 由于我们一个佛仔 唐人市区 我们可以容纳 五间豆腐厂 三间豆腐骨厂 加起来自一间 人口也很多 喜福 餐餐 平均拉近 一家人 三餐里面 一定会有豆腐骨 或者一定会有豆腐 豆来说是吗 真的没有防腐剂 没有食素 真的是一个健康食品 有点监制 吃饭 吃饭